圣若瑟月 第三十天 圣若瑟为守真者主宝 一解 为什么圣若瑟是守真者主宝 第一 因圣若瑟自幼发愿守真 全权断绝世俗之爱 一心奉事天主 但爱天上之物 他在那杂类一辈子隐记埋名 超然事外 给守真的人立了最高超的表扬 第二 因为他保护了圣母的童真 你看圣若瑟在世时 怎样用心保护了圣母 圣母或在家或在外 他总是左右不离 避难到埃及 长途跋涉 回耶路撒冷 三日秘主 情愿与圣母同忧共苦 步步相随 绝不使圣母无靠 独自为难 圣教会称圣若瑟是 玛利亚童真之保护 真是不差 因为圣若瑟是童真之手 又保护了童真之后 玛利亚 所以天主派他做守真者的主宝 格外保护守真的人 凡励志守真的 当知道 保护真结不是单靠人力 乃是天主的赏赐 在风气败坏的世道 危险最多 肉情魔幼最猛烈 单靠自己的力量 不能得胜 唯有热心恭敬圣母和圣若瑟 诚心依靠二圣 如好儿女依靠父母 日夜祈求他们 才是最好的办法 二节 若得圣若瑟的格外保护 也该如同圣母 在圣人前的谦逊敬爱之情 更该顺圣人的心 听圣人的命 圣母在世时 全凭圣若瑟当家 一切随圣人的意思 如今 是若瑟做你童贞的主宝 也有愿你做的事情 一 愿意你们专悟内修 莫想客气的神功 总不可缺 二 轻看世俗 谨守五官 三 谦逊忍耐 爱主爱人 若一个守真的 不喜欢专悟神功 不亲近天主 但爱世俗 好凑人闲谈 不拘神墨事 好看好听 无拘无束 言语放肆 举止轻挑 甚至爱串门子 说东到西 那就称不起是守真了 怎样才能得圣若瑟的保护呢 总该效法他 喜欢隐藏自己 不愿见人 也不愿人见 违愿同天主亲近 远离世俗 心里牵下 常以自己是卑贱罪人 断不敢惊夸自己 这才是天主的守真人 圣若瑟必定喜欢 圣若瑟必定喜欢做他的主宝 你自己省察一下 是这样的吗 若不是这样 就当恳求圣若瑟 帮助你改毛病 宋句 以而转世 必凡守真者 感慕耳之真德 扶其扶听我等 进宫 定制谨守五官 躲避放肆 已经大胜若瑟 世纪 胜若瑟爱一种的教友 到底守真的他更爱 保护他们更加周到 从前 有一位真洁修士 天主为磨练他 千人等德行 容许邪淫直磨 百般诱惑 一天夜间 邪情妄动 淫念分来 心甚忧苦 一夜不得安歇 次日 有事进城 陆遇一老翁 上前跟他说 你夜间被邪魔诱惑如此猛烈 为什么不呼求圣若瑟呢 修士闻听此言 心中甚是惊奇 自己的隐秘之事 他怎知道呢 刚想开口问 老翁不见了 修士心想 这必定是圣若瑟 显现迅势 他心中甚是感激 从此 每遇到诱惑 即呼求圣若瑟 大得神意 最近 竟然是十分之以为 要留意 凳瑟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